幸福好时光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张曼娟 每一次跟张曼娟聊天 我都觉得很温暖很开心 虽然他的书有时候会给人家一种 活到中年的某一种到秋天的感慨吧 这是天下文化出版的自成一派 其实你的书安慰了很多人 尤其是在照顾上一代的人 因为其实我后来才发现在社会的每个角落 都有沉默的照顾者 那以前我自己还不是照顾者的时候 我真的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那后来我自己经历了蛮多的惊涛骇浪 或者是痛苦的时光 那我有时候去医院我就发现 以前在医院里面看到的是病人居多 现在在医院里面看到的是老人居多 然后每个老人的身边都会有照顾者 那有一些他是委托给外籍看护来照顾 但是总也是会有一些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可能就是儿女啊或者是媳妇啊 在老人的身边 那有时候我看到他们都有一个固定的装扮 通常这些人呢都是会背一个双肩的背包背在背后 所有东西都放在里面 然后两个手要腾出来 因为他要推轮椅嘛 然后推轮椅的时候呢 他的背呢会有一点往前面这样子弯 所以就一种雨楼的姿态 他们的脸上其实都没有什么表情 如果你以为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忧愁 那就错了 因为经过长时间的摧残 他们已经把自己啊 从情绪里面抽离出来 所以他们脸上其实就是木然而已 没有太多的表情 就是推着老人去这里去那里 然后老人有时候坐在前面呢 就会发出声音声 有时候就会不耐烦的在那里 开始骂那个照顾者 但是照顾者同样不用回应 就是这样子默默的推 有时候我甚至于可以从这些照顾者的反应 去揣测 他是资深照顾者 还是资浅照顾者 怎么说 因为如果是资浅照顾者的话 他很容易对于老人的情绪做出反应 他会说 妈你不要这样啊 真的 就声音还会蛮高的 会听到他的说 没啊那没啊那 对 你不要这样子吵啦 这样 但如果是资深照顾者 那基本上呢 就是真的已经是完全木然 那每次看到这些木然的照顾者 其实我心里的感觉更为伤痛 我在想说 到底他们经历了多少事啊 那根据我自己的照顾者的心得 我有时候都很想拦下一个照顾者 问他说 你昨天晚上有睡觉吗 你最近有好好吃饭吗 你还有工作吗 你的心事可以跟朋友说吗 我甚至想问他说 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 你还能感受到爱吗 对 那我就觉得 啊好难过 你可能还可以问更残忍的 你觉得你未来的梦想在哪里 对 你还有钱吗 是 很实际啊 其实这些很可怕 嗯 对 所以我后来才觉得 我要 我必须 我觉得上天给我的使命 就是 我既然这么清楚这些事 然后我又看到这么多的照顾者 我觉得我必须要写一本书 来让大家了解 照顾是怎么一回事 嗯 所以那时候在2018年 我就出了第一本书 叫我被中人 嗯 可是我其实出那一本书的时候 但如你知道吗 嗯 我这一辈子都是 小心谨慎 是 但是我在出那本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我不管了 我豁出去了 你们所有人都骂我好 没关系 你们就说我是一个不孝的人 没关系 其实我看来还是觉得蛮温柔婉约的 哈哈哈哈 是哦 你离波拉很远了 这样子 对 然后我就 我就觉得说 大家都说什么 能够照顾父母就是你的福报啊 你要习福啊 以前小时候父母亲是怎么照顾我们的 现在照顾他们是应该的 有什么好抱怨的 对不对 你有没有觉得讲风凉话真的很容易啊 当然啊 因为每个人遇到的状况不一样 没错 没错 所以我就觉得 好 我这一次我拼了 我觉得我不管你们对我的看法怎么样 你们要说张帆娟是个不孝的女儿 是社会的败类 我都没关系 我就是要替照顾者发声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本书出来之后 会引起这么大的回响 而且从这本书出来以后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敢在公开的地方说 照顾父母是你的福报 像吴若泉就跟我说 这句话说的很好 他也再也不要听到这一件事 你知道他也是照顾27年 我知道 他真的是厉害 他是我的前辈 是 他把他的青春啊 就是可以用来自主家庭 或者是做什么的时间 其实所有的主軸都放在妈妈身上 对 是啊 所以我觉得这些照顾者的心情 如果你不是照顾者的时候 你是完全不会知道的 那我开始写这一系列的文章 有时候就碰到一些之前照顾者 他们就跟我说 那你老师 我今年才开始当一个照顾者 是 他说我忽然把你说的话都听明白了 是 以前他说我真的不是很了解 你所说的那种心情 但我现在都知道了 而我最大的恐惧是 我不知道自己还可以撑多久 是 其实一个人 如果感觉前面没有光 他自己会精神分裂 对啊 他撑不了多久 没错 没错 那在照顾这件事情里面呢 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就是 他跟生了几个孩子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是 我常常发现呢 一旦发生了照顾这件事 其实就表示这个家庭出现了变故 对 那变故一发生的时候 通常的子女的反应会有三种 嗯 第一种就是立刻出来站在第一线 是 那另外就是愿意站在第二线去帮忙 对 还有一种就是永远都不出现 对 就是你所谓的天边孝子 嗯 对 那个住的比较远的容易当天边孝子了 嗯 嗯 其实呢 我是觉得跟住的远或近 没有太大关系 跟有没有结婚也没有太大关系 嗯 而是跟他们和父母的缘分 还有他们自己怎么样看待自己有关系 是 像我这几年照顾父母亲 因为我们就是住在一个有电梯的那个大厦里面 对 所以常常在电梯里进进出出啊 邻居都会看到嘛 嗯 那刚开始的时候 我父亲跟我母亲的状况真的是挺不好的 嗯 然后在电梯里面遇到那些邻居都会 啊 对我表示同情这样子 嗯 那现在过了两三年 七五六年 因为现在我已经照顾到八年了嘛 嗯 那父母亲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了 嗯 那在电梯里面邻居也都会看到 嗯 所以有时候我在搭电梯的时候 你的越来越好是指物质上的身体状 就是身体 对身体状况越来越好 看起来气色不错 对 而且他们精神状况也稳定 嗯 那像我母亲她除了有失智之外呢 她还有那个 帕金森 嗯 那我就一直带她去运动 嗯 所以她现在帕金森也好 也没什么症状 就整个整体状况很好 嗯 然后那个邻居就跟我说 哎呀 不容易啊张老师 嗯 我们看到老人都是不好 然后更不好 嗯 我还真没看过老人不好之后 还越来越好 嗯 你真的太会照顾了这样 嗯 那她下了 她出了电梯 我就在想说 是我太会照顾吗 不是 其实我觉得我并不是因为太会照顾 所以才当一个照顾者 嗯 而是因为我愿意承担 所以我才当了一个照顾者 我才变得会照顾 是 因为你愿意承担 然后你就觉得 那我要去找出方法 是 看怎么样可以让他们的状况变得更好嘛 嗯 所以这主要不是来自于会不会照顾 嗯 而是来自于你愿不愿承担啊 可是这问题是 他们被你照顾越来越好 那你自己如何 我自己当然就是越来越不好 所以这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对 所以我觉得照顾者真的就是牺牲 因为我最近听到越来越多的朋友跟我说 照顾完了以后 女生啦 都乳癌啊 好几个 我前几天在办一个台北厂的签书会 她自己的压抑 她自己的痛苦 她没有办法抒发 对 有一个女生就跑过来跟我讲 她说她当照顾者已经十几年了 然后她说 首先是照顾妈妈 然后照顾了几年之后 她就得了乳癌 然后乳癌蛮严重的 她就切掉了一边的乳房 然后跟她交往十年的男朋友就抛弃她 然后接着妈妈就过世了 然后现在爸爸也生病了 她一边讲一边哭 害我也很想哭 我就觉得 我想说我能给她什么帮助呢 我能告诉她什么事呢 她应该也有兄弟姐妹 只是她的歌姓就是站出来承担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照顾者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绝对不是说 哎呀照顾者很辛苦了 你累了 这样子就就好了 其实照顾者是拿命在照顾 我有时候有一个 照顾者觉得很鲜活的譬喻 我说照顾者呢 就是背着炸弹在拆炸弹的人 所以真的是随时你自己身上的炸弹都引爆 所以这就是照顾者的真相 是 好我们待会再聊 这本书是张曼娟的自成一派 相信你如果在类似的状况之中 你是有感想的 当然我还有各种多元性的感想 等一下告诉你 幸福好时光 其实呢 看你的自成一派 我们想到 我其实的过程大概是这样 因为我爸妈在我祖母 卧床的那13年中 他们还算是很健康 那但是呢 他们实在不是很好的照顾者 比如说 我常常就觉得哪根筋不对 于是呢 就驱车回宜兰 当时有一阵子还要走雪山隧 就没有雪山隧道 还要走那个滨海公路 走很久 当然了 我必须坦诚就是说 因为我经济上许可 我的确是顾司机回去的 三个小时回到那儿 发现我祖母得了蜂窝撞组之眼 他们都不知道 对 然后呢 在他的脸上贴了一个沙龙帕斯 所以为什么当时 在我小孩出生的时候 我回宜兰去开那个小熊书房餐厅 那个是真的跟我祖母两个人相对 因为他已经老年痴呆 无言 所以我一边在照顾他 一边出去看土地 这件事还挺 就你自己在找乐子 所以我就想说 在那边如果有一个什么样东西的话 那我顺便就是回来的时候啊 就可以照顾得到 因为我的父母没办法 所以我就请了一个乐籍的看护 而且他真的做得很好 那主要其实这个状况之前 我已经说过 是我祖母是一个好病人 他就是慢慢慢慢退化 然后到最后他就会唱 日本童谣都回到小学时代 他们不会跟外界交谈 他最后一个忘记的人就是我 然后后来就很像植物人 这样又躺了五年 整个血液报告正常 就是无病无痛 可是这个过程之中 也让我思考到一件事情 那现在是 后来我妈妈是 她一发现就是肺癌第四期 其实那个那一年之间 我妈脾气比较刚烈 所以那一年之间 其实我爸爸也都被整得差不多 我觉得我都担心出事的是我爸爸 因为他会一直对我爸爸发脾气 那我爸爸也是在默默忍耐 然后后来妈妈过时之后 像我爸爸最近问题也是挺大 但是我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对 就是你要不要承担 我弟弟呢 其实他真是个好弟弟 他比我早退休嘛 他五十几岁科技公司就退休了 于是呢 他跟我弟媳妇就回去住宜兰 但他们住在我的房子里 他们就承担了下来 那我这时候就很明白 我要遵守天外校女的道德 不要在那边指手画脚的 对不对 是 也永远不要因为他最近状况 有什么问题 然后就跟他说 你怎么不带他去看医生 你怎么照顾的 对 永远不要这么说 因为你不在他旁边 他们两个可以承担 我真心觉得非常了不起 非常感恩的 对 有时候我还跟我那个弟媳妇说 你不要被他拖垮 如果真的万一怎样 我们来找一个状况很好的安养机构 那他在那里也会有朋友 那可是你知道我弟媳妇都说 目前也还好 我就把他当小孩 就是 你派好人 你知道吗 真的很感人 太难得了 对 就是我觉得我是算是一个 一个人中年活到现在 你这样已经算是幸运者 但我知道照顾这件事情很可怕 因为照顾孩子 他是有好的希望 照顾老人是没有的 他几乎就是精神状况 就是一定 其实肉体在衰老 精神状况一定是在美下欲况 只是看你控制到什么地步 不要让他还急剧下滑而已 是啊 没错 因为照顾小孩呢 其实是听你的 对不对 对 但照顾老人呢 就听他的 对不对 他不听你的嘛 你还得听他的嘛 所以是照顾小孩 是你的意志在运行 照顾老人的时候 是父母的意志在运行 所以这是很困难 你要跟他讲道理什么 他是你爸 你跟他讲什么道理 他的道理才是道理啊 这样子 这也看爸爸的个性 对啊 我是敢对我爸吼的 所以你 我觉得你敢对全天吓吼好不好 哈哈哈哈 我是只有被我爸吼的份 所以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坏的照顾者 我爸爸一定不会选我 因为我真的会跟他讲道理 嗯 而且他应该对你也是比较客气吧 对对 对啊 我爸爸是一个天兵嘛 因为他对我不得不客气是因为 从我大学毕业之后 我爸已经把我家房子都抵押了 所以他靠你 对 所以很多事情必须我去解决 嗯 那靠你 所以他有点怕我 但也不一定 像我们家现在也全靠我 是 还是 但你个性太好 是不是这样 是 应该重来一次就好 哈哈哈哈 没有个性是天生的 你很可能你的个性会跟 比如说跟你妈妈比较相似 对我比较像我妈 对 嗯 而且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你写到阴影跟光嘛 对不对 我觉得说 我有时候在想 当我们不是别人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真正设身处地了解别人 我常在想如果我是张曼娟 他长那么高 你谁欺负我 我一拳打死你 结果你从小是被欺负的 对我从小被霸凌的 小时候被霸凌 我觉得还有可能啦 但是我还是认为 这跟我的家庭教育是有点关系的 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父母亲很少称赞我们 嗯 就常告诉我们说你这里不好 嗯 你那里不好 嗯 然后我记得我念国中的时候 我们班有两 我就我跟另外一个同学 我们两个人 永远都是他倒数第一 我倒数第二 要不然就是我倒数第一 他倒数第二 嗯 那有一次我们在考联考的时候 你这么聪明 我现在就等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我的成绩很差 然后呢 因为我数理很差 数理很差就都很差 嗯 然后我去我们去考试 两个妈妈就遇到了嘛 嗯 然后我妈妈就对那个同学的妈妈说 哎呦我女儿真的不行 嗯 就是又懒惰 又不用工 然后找不到什么长处 然后呢 我的那个同学妈妈就说 哎呦我女儿不一样哦 嗯 我女儿很聪明的哦 嗯 我女儿虽然现在成绩也许不是那么好 但我相信她将来一定会很好的 我女儿又聪明 啊 然后又又什么勤劳 又什么讲一大堆 然后我妈就很震撼 两种极端的那种 她想说 哎呦我两个女儿不是差不多吗 是 为什么 为什么我女儿在我的眼中一无是处 嗯 可是另外一个女儿在她妈妈的眼中 却都是亮点这样 是不是 我妈回来后就跟我讲这件事情 嗯 她说她太震撼了 嗯 我就说所以呀妈 你想想看哦 当妈妈都说女儿很差 全世界还会有谁认为这个女儿是好的 是 嗯 是不是这样 真的 所以那后来 有女儿的妈妈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一定要听到 所以我以前都觉得自己不好嘛 嗯 我怎么会好呢 嗯 对呀 妈妈都觉得我不好 我哪里好 所以被欺负 应该的啊 嗯 这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我其实觉得你能够写这样一本书 能够回顾自己遇过的所有的现象 还有现在正在遭遇的事情 对很多人是一种解脱 幸福好时光 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以前遭遇的教育是怎么回事 好像你只要数学不好 你的人生就全部贴上负面标签 对啊 你只要理化数学不好 你就坏学生啊 可是当时不好的人应该也不会太少 然后 可是现在不是这样 我家小孩理化数学也很不好 可是我觉得他每天高高兴兴上学去 对啊 我好很羡慕他 我们以前不是这样 我们以前每次都很悲惨的 好像带着一个羞耻圈去上学 对我后来回想以前的气氛的确是如此 就是说如果你成绩都很好 像其实我是一个捣蛋鬼 但是你会被原谅 大家会觉得没关系放他一条路 可是如果你真的成绩不好 你不是在外面 拿着椅子在那里蹲 有没有 或者就是大家不认为 就说这个可能你本身就对那里没兴趣 他会觉得你是不努力 对觉得不努力 可是其实也可能我们是没天分 对就比如说你对于语文的天分 谁都没有办法就是去 你这种的小孩现在是会被接受的 对啊 因为现在是优势培养 而且现在不是 现在不会留级 你想要零分被留级还不容易 没错 但是在以前就是你只要有一个东西特别的不好 连60分都考不到 对 那当时就是一个大的压力 就是全班平均成绩要拿来比赛 你就会被老师视为眼中定 拖累了全班的成绩啊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吗 但如你那不能想象我们这种坏学生 我那时候要考 你一点都不坏 我要考那个高中联考的时候啊 我们班的老师导师呢 他不是要发那个报名表吗 他全班很多人都发了 他没发给我耶 然后我回家就我妈就问我说 今天不是要领报名表吗 然后我就说 老师说他没有给我 我妈说你明天去跟老师要 我就去跟老师要 老师又说 哎呀 拖半卷 我觉得你爸妈赚钱也不容易 你就不要浪费他们的钱了 你就不用领了 我就回家跟我妈讲 我妈就很生气 我妈就说 你去跟老师说 我妈说她愿意浪费这个钱 我心想 所以妈妈也知道我考不上 对 所以我们以前是 真的是太奇怪了吧 我们以前是会这样子被歧视的 如果我们的成绩不够好的话 所以我觉得 还有就是我们都是体罚 你一定没有被体罚过 你知道我们以前 每天早晨去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就是发数学考卷 60分以上不用被打 60分以下 少一分打一下 然后我本人呢 常常就是考个二三十分 所以一大早 你就要先排队 在全班同学的面前被打板子 而且我都是被打到老师觉得 因为我那时候很瘦很瘦 老师都觉得说 可能再打就会打死 所以就跟我说 好了 今天先打15下 剩下来记着 下一次在一起 结果下一次呢 又要打30下 所以一直到我毕业 我在老师那里都记了很多板子 还没领完 其实我们年代是差不多啦 我们也有那种 100分 少一分打一下的 真假 我曾经考98分被打两下 我以为你这种好学生 是不会有机会被体罚的呢 98分两下 但后面可能有被打80下 所以比较之下你会觉得说 好像还好嘛 可是其实我有深切的反省过 这种教育真的是挺可怕的 凭什么一个人要每一科都会呢 对啊 对不对 而且为什么一大早我才刚起床 我走到学校就先领板子呢 你说这对我接下来这一天 什么感受 我也觉得 这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一件事 还有以前的那个时代 大家都要留那种可怕的 那叫什么头啊 西瓜皮 对西瓜皮 然后只要 耳上两公分 或耳上一公分 对 然后连自然卷都要被怀疑 对啊 对 然后少了一点点就被放在 我其实到现在也还记得 在北一女的门口 有一天那个教官就得了什么 那个他就突然觉得要检查遗容 于是他就叫了一个 就是拿了一把剪刀 弄了一个椅子 就在校门口 看哪个同学头发超出了 他就现场剪 所以其实我们是在同一个时代长大 但是比较大的差别是 我的升学压力没那么大 是因为我在乡下学校 我们以前没有能力分班 竞争没那么激烈 大家那个国中毕业去当女工的很多 可是你又刚好 是你们的同侪里面成绩好 表现比较优异的 所以也就是说 常常我其实很小就可以 这样讲有点个性卑鄙 我知道我会被原谅 就是 因为你的表现好 你知道你会被原谅 我会无故逃学 但是我会知道被原谅 然后到最后 我有遇到理解我的老师 他就跟他说我们班如果有个同学 每天都在课本上画图 或你讲的时候他在看天花板 你不要理他 他自己会考好的 所以我其实后来非常感谢那个老师 因为我的过动症其实是挺严重 但是我自己会回来把它考好 但是你知道我刚好就是回来也考不好 这种就是会一直被牺牲 可是还好你后来自己发现了你的语文天分 我就去念了中文系 你大概只能念这个系吧 没错 可是这也好 你就很早就拿到博士 不像我们这种原因 你知道我老实跟你讲 我啥都可以念 这个原因就是你会一直在跳来跳去 这也不好那再换另外一个系 那就换另外一个吧 我只拿到一个博士有什么了不起 我就问你你拿了多少学位了 可是还没有拿到博士 但是其实我后来把念书当好玩吧 就是像我们这种通才 其实是很无聊的 并没有一个真正完全就是超乎寻常的天分 所以你每天跳来跳去 还好这个世界朝向多元化 不然怎么办呢 其实还好 现在是一个 其实我非常感谢商业 否则如果像以前 大家都要去当老师 或考公务员的时代 就算我考得上公务员 或考得上老师 你觉得我的悲惨下场会如何 我一定跟每个人都 处不来 对啊 所以你看你还是靠着你自己 我觉得还是因为你自己的表现 很优异嘛 所以你就靠着你自己 去为自己闯出了一条道路 属于你自己的道路 你就自成一派啊不是吗 对对没错 就刚好符合你这个自成一派 其实我觉得自成一派 是人生很美好的一种感觉嘛 对不对 好但是就无论如何 其实自成一派 这本书读起来还是觉得说 你会看见人生的很多种面向啊 有些是你以前遇过的 有些是你将来就是会遇到的 其实不管你怎么样自成一派 那人生的生老病死 这你永远逃不过 而且一种人一款命 嗯没错 没错 幸福好时光 自成一派里面呢 也写了张曼娟的照顾心情 也写了她在这个校园里面 过去的回忆中发生的事情 你有写到一个中风的老师 那是后来你妈妈得了这个 那个帕金森 帕金森的老师 帕金森之后 对 然后你再追忆起 之前校园里面也有一个这样的老师 我才明白原来她是帕金森 因为她就是一个老先生 然后每次衣服都穿得不整齐 走路的时候呢 她的脚永远都在地上拖拖拖拖拖拖拖 那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那些十几岁的男生 皮得要命 每次都很喜欢笑她 然后她也常会走错教室 她有时候走错教室 她好像也无法分辨 她就从包包里拿出课本开始上课 所以其实上她的课 然后还常念同样一页 对不对 所以其实她上课 是大家都没有在听的啦 就同学想干嘛就干嘛 在教室里跳进跳住 反正她也看不到 她好像只能看到自己的 50公尺以内的感觉 但是后来慢慢的 我们就晓得说 原来她其实还有一个很小的孩子 然后我们就知道说 她的生活其实非常的辛苦 所以她是很早就已经出现问题了 她应该是那几年才出现问题 她们就说她小孩 可能才要上小学什么的 天啊 所以我们就 我们就猜想她应该也是那种 就是49年来台湾啊 然后等了好几年 发现回不去了 然后就在这里结婚了 生了孩子 可她的身体状况也不好 只能勉强在学校里面教书 混口饭吃 所以突然之间好像同学们就 有一点理解她 然后就开始会去学校找她 每次到了那个该上课的时间 老师没有出现 就几个男生就会出去满校园 把她拎回来这样子 那我那时候不知道她 帮老师维持那个工作 对 然后也不告发 她说你到底在教什么 不会 你看 对 那我那时候在教室里面 就看那几个很皮的男生 把老师拎回来的瞬间 我就突然间觉得 哇 他们好帅哦 这是人性的光辉 这是人性的光辉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她怎么了 直到我妈妈 被医生确诊 有轻微的帕金森 走路的时候在地上拖拖拖 那我刚开始不知道吗 我每次跟她说 妈 你走路把脚抬起来 你不要用脚在地上 这样子搓搓搓 你这样子搓 怎么能好好走路 你会很容易摔跤 她就说 有啊 我有抬啊 我说你就是没抬啊 后来我带去看医生 医生检测座跟我说 妈妈其实有轻微的帕金森 所以她是抬不起来 她抬不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 然后就到处去找 怎么样可以让她 比较能够行动的更稳定 后来我就发现 去做运动是很好的方式 也发现有一些保养品 可能对她有蛮大的帮助 所以我就想尽一切办法 去做这些事情 保健品吧 对对对 保健品 对 然后我就想尽一切办法 把所有我认为 可能可以对她好的 通通都带给她 当然就是要带妈妈 去做运动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会蛮花费 我的时间 但是我心里想说 没关系 我是照顾者嘛 我就在我的行事力上 把爸爸妈妈必须要做的事情 一样一样都先记下来 剩余的时间 才是我自己去安排 我自己的时间 不过她做运动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顺便在做运动 还是其实有困难 她在做运动的时候 我是帮她找那个 一对一的教练 所以就是带她做运动 然后我后来就给了自己一个安排 妈妈做运动的那天上午 我一定晚上也要去做 我自己的运动 所以我也去找了一个教练 也是一对一的来做运动 那我现在的对待自己的方式 就是当我为父母亲付出很多的时候 我也要好好对待自己 对啊 不然你垮了怎么办 对啊 我常常就是我们之前有说过的 照顾者常常先垮 没错 不是年纪的问题 不是不是 因为你看 虽然他们也八九十 可是照顾者差不多啊 也都是到五六十了 没错 没错 其实我们 就是像我第一次发觉说 哇 原来照顾不是我所想的那件事情 是那时候 我妈妈状况比较严重 然后她喜欢泡澡嘛 然后在泡澡的时候 我要弯下腰 把她从澡盆里面拉起来 那时候我是完全做不到 因为她泡澡她很松软 她自己起不来 然后你要去把她抱起来 她身上又没有穿衣服 没办法拉嘛 你要整个用你自己去把她抱起来 那个瞬间我记得第一次我抱她 抱了大概十分钟 我抱不起来 我就坐在 蝶坐在那个浴缸旁边哭 怎么办怎么办 这样子 但是我就意识到说 哇照顾真的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事情 对就她有太多你出乎意料之外的细节会让你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其实一个人的能力根本没有办法照顾两个老人 没有办法通常就是一比一点五嘛 所以其实在我们家里应该要有三个照顾能力才是刚好 可是你现在就是 我是一在家 还好还有一个外籍看护 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外籍看护 只要她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或什么到期啊 一回去啊 只要回去三天 我所有的朋友都陷入一种非常慌张的状态 对没错 我们家外籍看护准备要回乡太亲一个月了 我就在这边抓着蛋 而且中间又不是像说可以找个候补的人来嘛 也没有 对 那你就剩下你自己一个人 对 可怕吧 那这状况是不是要用一个台籍的 就虽然它比较昂贵 但是找一个人力来补负 还是必须 这个月你大概就完蛋了 就完了 没错就完了 对 好其实这就是目前面临的状况 不管怎么样 任何老龄化的社会 是一定要就是用很好的心态 还有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虽然终究是无可全面解决的 但是有时候解决就是在 就是我们的观念上吧 我也曾经看过其实很多的家庭 在我看来是应该要去安养机构 而且他也找得到 但是家里的人是因为 比如说大哥说 这样让他去别的地方 或人家会说我不笑 于是他就留在家里 其实有时候对大家都不好 对啊 所以我觉得照顾者还是要有应该有的智慧 一起加油吧 好我决定要讲这个自成一派 张曼娟的新书里面 一段我觉得非常有光的部分 一个老师对一个孩子影响是很深远的 非常大的 我觉得因为就像我前面讲嘛 就是我从小在我们的家庭教育底下 是不能夸小孩的 觉得小孩一夸就坏了 所以就只能够一直说他不好不好不好 那我唯一被亲戚夸奖过 就是说我很乖 我有多乖呢 如果呢我做了错事 他骂我我什么都不说 不是我做的错事 他们骂了我 我还是什么都不说 你怎么能这么好啊 我妈需要就是你这种女儿 我只是懦弱 不是好 对 所以就我一定说你骂错人了 对我知道 这件事不是我做的 不然你去问谁谁谁 所以我就懦弱啊 那所以赢得了一个乖这样子的称呼 所以我现在长大以后 我都跟我的朋友说 你不要让你的小孩做一个乖小孩 千万不要乖 为什么要乖 对 我完全同意 对 然后不是你的绝不承认 对 然后我后来在学校里面 也当然就是因为我的成绩不好 后来我考不上高中啊 我就只考到了五专嘛 那我就是念世心 可是世心应该比较好吧 不需要算数学吧 对刚开始是不用 到后来我们就要学统计会计了 怎么可能 因为我念报业行政啊 他还是跟行政有关的 天哪 还有这个 对 我在大概二三年级的时候 三年级的时候 我遇到了一个国文老师 那国文老师呢 他是一个湖南老先生 他长得很瘦 人很精瘦 很有力气 就跟我们刚前面所讲的那一位 帕金森的老师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呢 他的湖南口音太重了 所以班上同学呢 根本都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 可是我本来也听不懂 而且我也没兴趣听 可是有一次 老师拿了我的作文 到班上来宣读 并且他说 这个张曼娟 是我教书十八年来 第一次遇到的奇葩 这样 很少被这样赞 然后我那一刻就觉得 天哪 我就整个人被 一股强烈的 打在我的身上 我会亮了这样 对 然后因为其实我那次写的 并不是一般传统的作文 我把它写成一个 好像小说一样 就竟然被老师称赞 我就 而且就在那一瞬间 我突然觉得老师讲的话 我都听懂了 所以我就变成了小老师 每次同学呢 听不懂 下课就来问我 我就讲给他们听 所以帮助他们都能考试 都能考过 那我就越来越有自信心了 所以你后来决定 五专毕业去插大 也是因为这个老师 而且你还记得他的名字 我记得他的名字 没错 因为我觉得他是我人生的 应该算是第一个贵人吧 因为他肯定了我 让我在一片灰尘之中 突然被看见 那我觉得这个是 人生中的第一次 是很难得的 是 对 我也觉得这是 一个小孩开始有光的部分 我到现在也还是 一直都觉得说 你为什么要什么 都要一个孩子会呢 我自己在念书的时候 因为我都应付得来 所以我没这个感觉 可是当你自己的孩子念书 你发现他大概不是 什么都会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现在孩子真可怜 怎么这么沉重 有些东西 你可能就算再把他教会 他在这里面 也还是一个烂鱼 你知道吗 很多人 像比如说 你叫我学某些东西 我也可能只是在那烂鱼充数 这个东西 我再花力气 都不会学得好 可是我们的教育很怪 就是常常让你在 最不好的东西 却要你补强 为什么 对 为什么不做优势 要做补强 所以呢 我觉得很高兴 就是淡如 淡如这样子的 自优生 终于明白 我们这种 其实我跟小熊 是非常有缘分 我们可以当好朋友 我们非常了解 那种感觉 就是在一个 所有的人都要求你 每一个科目 都要很好的情况下 我们就是做不到啊 可是我真是一个不错的妈 你是一个很棒的妈妈 因为这个 那个 有人问他说 你知道你妈妈以前成绩怎样吗 对 你知道小熊 是怎样回答的 他说他以前应该已经 也是很差 跟我一样吧 你看我都没有分辨 你看 而且呢 就是 我们家不管考任何成绩 都可以放在 我一律 脸色不动的签名 因为我知道 任何一个 每一个孩子身上都有光 那是上帝的光 他一定会将来在某一个地方发光 只是他现在还没找到 他为什么什么东西都要很强 昨天晚上 他要睡觉的时候 我现在发现 就是青少年很难搞 有时候 他就故意 有没有 他现在 尤其是女性 他在一个反抗妈妈的时期 对 对不对 然后就好像 十四五岁的男生的话 他就会反抗爸爸时期 他现在晚上 我都很低声下气的说 那你需不需要我帮你按摩 结果我们最近就建立了一个 用香精油按摩 我昨天帮他按摩的时候 睡前都会要帮他按摩十分钟 不管我在工作 或在录音什么 他就把我叫出来 帮他按摩的时候 然后按摩完你知道 他昨天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很感动 他说 妈妈 我真是个很幸福的孩子 这样就好了不是吗 真的啊 这样非常好啊 我花了很大力气 然后我要求你的成绩 让你以后来恨我 对啊 这没有那个必要 真的 真的 所以你真的做得很好 只有你看他精神很正常 对 对 他是个很快乐的孩子 对 老师跟我约谈说 有某个科目 他没有办法 我就跟他说 你释怀 他们全部人都跌倒了 他说 我们从来教学到下 没有见过这种家长 没有见过一个家长 说你释怀 我说我相信他别的地方会有长处 为什么要什么都会 你后来有用到数学吗 没有 我真的跟你说 连投资理财都用不到 真的吗 数学 你相信我 我专门会教数学不好的人理财 所以你不需要 其实语文逻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才能 但逻辑不好的确是处理不好事情 真的 没错 你的文章可以写的那么好 表示你的逻辑还不强 谢谢戴如老师 你只是受不了抽象符号 没错 对 你太了解我了 好 那请大家来看一下张曼娟的书 我相信你会很有感想 这是天下文化自成一派 谢谢大家 谢谢戴如 谢谢大家